在小型SUV当中激进销量Topway的提到本田宾制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那么此前宾制呢 也是凭借着使用的空间和相对均衡的表现 在国内市场呢也是有口皆威 那么最近全新一代的本田宾制到店了 听说变化还挺大 我们一起来看看 哎呀还真的是 乍一看到全新宾制的外观 可以说是大刀阔斧的改了 那么都有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无边框的一个前进气格衫 并且呢它是一个车身铜色的设计 看上去啊就更有一体感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我们今天拍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它新赠的一款藤花紫色的设计 还有双色车顶熏黑贯穿式LED尾灯 以及大量黑化运动套件和个性车漆的加持下 相比于老款就变得更时尚 也更有辨识度 那么同时这一次更简约动感的设计呢 也是更加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了 来看一下尺寸 那么全新编制的车长呢 也是增加了52毫米 车宽呢是增加了18毫米 它的高度呢是降低了15毫米 那么轴距呢还是2610毫米 相比现款的车型态的轴距呢是不变的 但是呢它车内的整体的啊 是变得更加的通透了 那么坐到车内可以看到 它这个车内的设计和此前呢也是大不相同 首先呢一个中控台的设计 此前呢它是偏向于驾驶员这一侧 但是这一次呢它是整体的画范围键 并且很有一体感 那么软性材质的使用啊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并且呢还使用了一个双拼的色调 再加上一个通透的全景光幕的一个加持 更加的提升了车内的乘坐质感 当然了全新的冰制的智能化水平呢 也是跟上了节奏 首先中控屏呢 它是内置了新一代的Honda Connect 3.0的制导互联系统 和Honda Sensing的安全超改智能的驾驶辅助系统 能够实现大部分主流的数字化的功能 虽然说这一次它的车场的轴距呢 没有增加 但是它车内的座椅呢 确实加成了35毫米 并且呢之前也给大家介绍 它的车宽啊 还有包括车场呢 是进行了一个增加 所以整体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的乘坐感受 首先后排的乘坐感受 你可以看到它的腿部空间 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虑 那么头部空间也是的 并且配上全景的这样的一个天幕 让车内的乘坐的通透感非常的好 座椅设计双拼色 并且有打孔的设计 让它非常的时尚 填充的也是很柔软 支撑性很强 中间的地台凸起也不太高 所以一家五口出行也是完全OK的 更重要的是 这个座椅呢 还是可以有一个百变座椅的称号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比例的放大 穿平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非常的宽重 那么在动力层面 全新一代的冰智搭载的也是大家熟悉的1.5升 地球梦自吸发动机 最大的功率呢 是91千瓦 并且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百公里的油耗呢 是6.3升 而且还针对车身的刚性去进行了优化 大幅去提升它的操控性和舒适性 那么看完全新冰智的大致信息点 究竟该如何进行选购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13.29万的一个金100 也就是它的入门车型 当然就是主打实用性了 该有的配置呢 也都是有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多加1万的一个预算 14.39万 这个先锋版是比较推荐的 它多出了自适应远金光灯 无钥匙进入倒车影像 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更丰富的车联网的功能 手机远程控制 并且也是拥有L2级的一个 HONDA SENSE的安全超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座椅材质呢 也是加入了皮质的材质 这多花1.1万还是非常值得 至于它的豪华版 当然就看你的预算了 那么相比上一代车型产品的序列 那么全新兵这对产品的型号呢 也是进行了一定的简化 降低了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难度 而且它的售价方面呢 也只是提升了一点点 但是在配置上啊 却是提升了很多 可以看到推荐的这个车型的选择 那么再加上全新外观的设计 你觉得它会保持怎么样的销量呢 最后感谢上海广西本田美顺店 对这次提供车型拍摄的支持 然后在这个车型拍摄的中心里 对这次提供有资格 还有这次提供的橙后